11月15号晚 蔡绍芬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晒照 为儿子庆祝三岁生日 并配文称 生日快乐 宝贝蛋 从她的配文中看出了满满的爱意 这是对儿子的喜爱 无数的网友也是纷纷送上自己的祝福 蔡绍芬还在文中稍微地吐槽了一下自己的儿子鱼蛋 她调皮地说道 你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 自己硬闯来我们的家庭 这三年你总是在我想累下的时候 轻轻地说我想你了 你让我累不下 生气气不出 而且她还晒出了一家三口的全家福 不得不说这一家颜值真高 鱼蛋很好地继承了爸妈的颜值 这一家人在一起看上去十分幸福 一家人幸福地为她举办三岁生日 画面中充满了和谐 而且作为小儿子 她的生日也是相当隆重 父母为她进行举办 也装饰了现场 还有两个一大一小的蛋糕 而鱼蛋当天打扮的也是十分帅气 眯着眼睛微笑 脸上肉嘟嘟 很是可爱 看来父母为她过生日 让她十分高兴 甚至就连好友陈法荣也参与了这场生日宴会 在社交账号上发文为鱼蛋庆生 当天陈法荣身穿橘黄色卫衣 画着精致的妆容 头戴黄色棒球帽 戴着眼镜 整个人十分休闲 且充满了知性 很是好看 与好友蔡绍芬一家合影 很是开心 而且她在现场玩得也是非常高兴 喝咖啡 与闺蜜蔡绍芬拍照 两位大美女嘟嘴照 十分惊艳 张静的发文地址显示的是香港 此前就有传闻称 夫妻俩已经在处理上海的房子 搬回到了香港 看来是真的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夫妻俩的发文地址都是香港 照片中 乐儿穿着T恤和短裤 衣头绣发十分浓密 小家伙已经能够自己骑平衡车 四肢肉嘟嘟的掌视喜人 蔡绍芬蹲在地上 和儿子一起看向天空 不知母子俩被什么吸引了呢 不得不说张静很会拍照 真是氛围感满满 蔡绍芬则分享了庆生照 闻风幽默 对于旦真是又爱又恨 好闺蜜陈法荣同样也参加了 鱼蛋的生日派对 蔡绍芬的家庭活动 她几乎从不缺席 张静和蔡绍芬是娱乐圈少有的高龄产妇 她在45岁怀第三胎 46岁生下孩子 实现儿女双全 其实蔡绍芬年轻的时候 就被医生大赞 体质非常适合生小孩 张静从小习武 是个血气方高的男儿 所以蔡绍芬一直想给丈夫生个儿子 继承她的一身本领 只是连生两个都是女儿 虽然蔡绍芬最后已经放弃了生子计划 但还是意外怀孕了 当时两人都非常紧张 都担心怀孕前后 是否吃过不该吃的药物 是否喝过酒 而张静比蔡绍芬更多一层担心 因为怀孕生子是个辛苦的过程 不知妻子这样的年龄 是否能够承受得了 好在最后母子平安 蔡绍芬抛妇产生下儿子 还是张静亲自减下的期待 这些事情分明才发生在昨天 一眨眼的功夫 鱼蛋都已经三岁了 张静蔡绍芬的三个孩子 大名分别叫做张楚儿 张姓儿和张乐儿 两个姐姐的乳名叫汤圆和包子 都与食物有关 弟弟自然也不能搞特殊 所以起名叫鱼蛋 蔡绍芬的好姐妹朱茵的女儿 乳名则叫叉烧包 不得不说香港女明星们 都太会给孩子起名字了 蔡绍芬曾说 其实自己的目标是生四个 自己也算是如愿了 因为在大女儿出生之前 她还怀孕过一次 但是不幸流产 当时夫妻俩都陷入了痛苦当中 虽然和那个孩子有缘无分 但蔡绍芬依然觉得 自己是四个孩子的母亲 让人有些心疼 蔡绍芬年轻的时候 虽然走过一些弯路 但是好在最终将价值观重新掰直 她不顾外界的不看好 选择嫁给名气远不如自己的张进 不过事事证明她嫁对了人 张进从未有过花边新闻 对蔡绍芬宽容疼爱 也不计较她的过去 只对她的未来负责 是个十足的好男人 如今一家五口活成了所有人都羡慕的样子 最后祝鱼蛋生日快乐 张进一家人幸福安康 何家欢乐 孩子健康成长 几十年如一日的夫妻生活 一直能保持甜蜜的秘诀 就在于互相体谅 互相包容 换位思考 不过分依赖 两个独立的灵魂 彼此一微 携手共度余生 因为劣迹艺人的原因 网友们对于娱乐圈中的真情真爱 秉持怀疑的态度 但仍有不少模范夫妻被人称道 那就是张进 蔡少芬夫妇 蔡少芬作为香港TVB的当家发蛋 在内地的事业也是水涨船高 而张进却鲜有耳闻 不过依然挡不住蔡少芬的疯狂炫肤 而随着综艺披荆斩棘的哥哥热播 张进作为参赛选手 贡献了不俗的演出 获得关注度的张进 在近日公开表白妻子蔡少芬 并主动轻通她的双11购物车 俩人结婚13年 依旧甜蜜如初 令旁人羡煞 蔡少芬炫肤狂魔 人们擅长于用第一感官来给一个人定性 在娱乐圈尤其明显 当杨幂和刘凯威 陆涵和关晓彤 以及赵丽颖与冯少芬等明星在一起的时候 网友们并不买账 无时无刻都在唱衰 当然有的确实最后形同陌路 但有的依旧十分恩爱 这放在普通人群中也是概率事件 但因为他们是明星 却被网友们全盘否定 即使娱乐圈中 骇人听闻的不忠诚事件再多 也依旧挡不住真正爱情的存在 蔡少芬还年轻的时候 就通过香港小姐的评选 进入到娱乐圈之中 她的目的并不是成为顶流明星 而是为了帮助母亲偿还赌博欠下的债务 连爱情之事都是被安排给富豪当情人 还款之路就像是一个无底洞 走投无路的蔡少芬只好与母亲断绝关系 在事业风生水起之时 也在寻找着自己的爱情 在拍摄《水月洞天》时 身为主角的蔡少芬被小配角张进所吸引 当时的张进只是一个武术指导 依旧挡不住蔡少芬的一见钟情 俩人的恋情也并没有轰轰烈烈 反而是约法三章 这与蔡少芬当时自我否定的价值观息息相关 这是由不幸福的家庭背景所造成的 随着母亲的借赌成功 母女两人才重修与好 让蔡少芬放下了心结 同时也和张进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他们的婚姻一经官宣 便受到媒体和网友的吐槽 都认为张进的名气和地位 无法与蔡少芬比拟 随着外界对张进的一致否定 蔡少芬首写了一封信 告知广大媒体停止对张进的否定 在她心目中张进是称职的丈夫 更是被认定的最佳伴侣 希望可以让两人回归平静的生活 之后蔡少芬通过《甄嬛传》打开了内地市场 凭借着综艺感十足的人设 也被邀请参加了很多节目的录制 蔡少芬在节目中经常夸赞自己的丈夫张进 眼睛里满满的崇拜之情 至此蔡少芬也被网友称之为炫肤狂魔 张进却并不喜欢蔡少芬过多的在节目中提及自己 害怕网友们认为这是朝作 从而导致反感 和蔡少芬进行了严肃交谈之后才发现 她并不是故意而为之 而是真真切切的爱她 膜拜她 体谅妻子的好丈夫 虽然蔡少芬一直夸赞自己的丈夫 但是在观众的心目中并没有过多发现张进的存在 但不可否认她是一名好演员 在电影《一代宗师》中 张进展获了香港金像奖最佳男配角 今年参加了大热综艺披荆斩棘的哥哥的录制 让不少观众关注到了这个宝藏明星 也更让大家知晓为何蔡少芬是炫肤狂魔 在所有哥哥的队伍中 张进的容貌并不是很出色 但是她却是最有厚度的男人 张进身上散发的魅力无独有偶 她不善交际 但其内敛沉稳的性格呼之欲出 唱歌跳舞 武术均不在话下 简直称得上全能一人 在11月5号这一天 张进在公众平台分享了 讲给老婆蔡少芬的一些话 她也是第一次运用写信的方式来表达爱意 因为节目录制的原因 张进经常没有时间陪伴蔡少芬 而每年的双11也是蔡少芬最忙碌的日子 她每天都沉浸在购物平台 无法自拔 蔡少芬看的最多的便是家中日常所需的东西 孩子需要的 父母需要的 还有专门买给老公的等等 张进也开始慢慢理解了蔡少芬的忙碌 正是因为她的细分缜密 才让13年的婚姻生活紧紧有条 他们保持婚姻幸福的秘诀 是建立了爱情银行 两人开心相处的日子便是向银行充值 而争吵等不快乐经历 则是消费银行 两个人生活在一起 免不了争执和吵闹 只要能把充值和消费控制在一个平衡的位置 那夫妻两个人的关系也更加和谐